接下来可能要请各位来去花一点巧思来去思考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第一张投影片应该是属于什么样的性质 就是说开场白的介绍 所以我会把主题放在这个地方 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放什么主题呢 在这个地方呢因为我是要做一个YouTube影片下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可以直接写YouTube影片下载 好那因为我介绍的是手机版 所以呢应该要把手机的字样放进去 举例来说在这个地方输入使用手机 使用手机将YouTube影片下载 这样子一个主题 当然啦您可以再多做一点其他的一个名称的定义 举例来说您可以把比较好的一个名称放在这边 但是什么叫比较好的名称 这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请你特别去思考 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到我接下来我介绍的内容都是 是跟这个手机是有关系的 我这一部影片是不是跟手机有关系 所以这个手机会变成是一个关键字 你要放上去 还有我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要介绍YouTube影片下载 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关键字 那我们在定义这个名称的时候呢 如果说您不把这个重点放进去 到时候别人可能不好找到您的影片 举例来说 假设我们今天就讲说什么 影片下载 影片下载可能 他找影片的时候 也会找到我这一步 他就会变成很后面 才能找到 所以这边要请各位注意 关键字 所以请你们设定这个影片的 一刚开始的那个名称 我等一下想要看一下你们能不能理解这件事 好来麻烦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请把第一张投影片的名称设定清楚